处义 如果我说 我希望你能把一些人处理掉的话 你愿意动手吗? 其实我也知道 锦衣卫的存在 就目前来说是力大于弊的 毕竟他们可以看到很多阴影之下的肮脏 但是长久存在的话 却又绝对是弊端大过利益的 但是就目前来说 骄兵汉将成吉 锦衣卫的手段虽然见不得光 但是却也不得不说 乱世之下 当用重点 如今虽然已经算是开国十几年了 但是很多开国元勋 都不知道收敛 虽然我知道 锦衣卫的存在 可能会让百官离心离德 但是百官苦 总好过天下苦 如果可以 在这最后的疯狂里 尽可能地处理掉一些不知道收敛的人 杀鸡井猴也好 铲除祸患也罢 虽然这些人之中 很多不是看着我长大的 就是跟我一起长大的 但一家哭 好过万家哭 如果可能 只诸罪首 祸不及家人 一家哭 好过万家哭 百官苦 好过百姓苦 彪啊 嘿嘿嘿 你看看 这样多好的啊 你也是太子 但你也是个人 你有你的责任 当你身在帝王家 当你被册封为太子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注定了你的责任了 该处理的 那就直接处理掉就是了 就好像我对老五说的那样 一切出发点 都以国民二字为主 于国有利之事 那就行 于民有利之事 也可行 那些个开国元勋 追随陛下 立下过汉马功劳是不假 但是这些功劳 绝对不是他破坏 如今这天下 太平盛世的底绩 有功之人 许他荣华富贵 许他位高权重 但是绝对不许他 胡作非为 否则那些永远地 倒在战场上的士兵 怎么说 他们积压的人里面 说不好就有人家的家人 朋友 别人用命换来的胜利 换来的天下太平 就因为他们运气好 活下来了 就可以肆意妄为了 若是有功之人 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那陛下功劳也不小啊 他杀几个人 不也是合理的 这事儿 既然你开口说要处理了 那处理就是了 别依附自己多委屈 多难办的样子 咱理直气壮一些 不要脸一些 你帮我一起荡漾水波 我帮你背黑锅 问题不大的 我是发现 你这张嘴当真是厉害的不行啊 不过注意手段 否则到时难以退场就麻烦了 好处理 容易处理的可以优先处理掉 若是遇上一些硬骨头 就干脆不要去招惹他们就是了 免得到时候出现岔子 放心吧 你也别把我想得太好了 我也不是什么善茶 谁要是报复我 我直接教着雄鹰 让他带人直接救杀过去 我还就不信了 有人能问责 乱到皇太孙头上去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可跟你说了 绝对不能教雄鹰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其他的我都可以勉强接受 但是别叫坏孩子 哈哈哈哈 放心放心 不存在的 楚一 你该不会真打算 我的愿望是大明能逐渐走向强盛 而且我希望的是在短时间之内 呈现跳跃式的变强 在这个目标之下 所有挡在我面前的都是敌人 行吧 你既然决定了 我也不拦着你 不过我给你的忠告 就是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绝 你千万不要有过多的人词 斩草除根 这才是正解 到时候 你如果下不去手 可以让我来 当然了 也可以让二哥来 否则你今天的人词 很可能将来会要了你的命的 放心吧 我说了 我真不是什么好人 我知道 你这人坏的脚底冒泡 头上流浓的 简直坏透了 现在四下无人 要不你跟我说说 你一开始 到底盯着我 看干嘛呗 我是不是还有 啥能气死人的事儿啊 这事儿你没说 我心里一直都拔凉拔凉的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你明令 允许了太监十字 后来在锦衣卫的基础上 又设立了东厂 本义是用来监督 和督促锦衣卫的 但是后来 基本就奠定了 宦官干政的基础 宦官手中掌握了锦衣卫 后果不用我说了吧 而且加上后来明朝 逐渐出现的东陵党 宦官党等等皇权 几乎是彻底被架空 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个皇帝猪游轿 登基之后 几乎是天天躲在 后宫不出面了 结果最后 却在御花园落水 然后淹了一下 之后没多久 此求 牧将皇帝猪游轿 在御花园落水被淹 然后服用仙药 足 有意思不 没意思 这事儿真没意思 那啥 这事咱说说就好了 你可千万别和父皇说 女婿 女婿挨 女婿你回来了 没事儿吧 快让我岳父看看 陛下为难你没有啊 岳父你不用这么着急 陛下要是为难我的话 我现在还能坐着吃早餐啊 岳父啊 我昨天听太子说 你骑马摔伤了 你这也不像是摔了的样子啊 嗨 我摔什么 你岳父我几乎就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咋可能真摔了 这不是出事儿了 我感觉事情有些不太对 干脆就让下人说我把腿摔断了 然后闭门谢客了 我这不是一听说你回来了 就赶紧过来找你想办法了 岳父你这次做得很好 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 那就别去掺和就是了 这次啊要出大问题的 楚义小哥 陛下没有为难你吧 没事儿 没事儿 我背后有干娘保着 而且边上还有标护法 要是陛下真要揍我的话 我会跑的 你知道跑就好啊 我就怕你傻乎乎的站着 让陛下揍一顿 我跟你说 如果只是平日里惹陛下生气了 你就朝着皇后那边跑 让太子帮你拦着点儿 你只要找到皇后娘娘 那基本就没事儿了 柯柯 岳父 要是我父皇听到你这话 他估计会来骂人的 施主 贫僧有礼了